Nitian Dome,大家好,我是Mani Tia Kaila Sananda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圣尊尼西亚南达Parmashiva上师 在师父的开示中他讲到了我们大脑的能力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比如说梦境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就可以自由发挥它所有的这些潜在的特质 但是在梦境当中的这些事实 我们大脑看到的是不会显化成为现实的 与这个相悖的就是当我们非常有觉知的时候 当我们觉醒的时候的状态 就是比我们现在比如说在清醒的时候更加清醒 更加鲜活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在脑中看到的这些事实就会成为我们的现实 所以这个科学就是让我们用来掌握成为许愿术的科学 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非常有意识的决定或者发愿的时候 我们心中的这个蓝图就会成为我们眼前的现实 这个就是宇宙的法则 所以把这个再一次的讲给大家听 也可以协助大家去显化我们想要的现实 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想要一个现实成为你的 就是很快的成为你的一个情景成为你的现实 你就是要让自己在内心非常的清澈看到这个状况已经实现了 它就会在你的身外成为你的现实 这个就是有觉知的去显化 它利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宇宙的法则 就是当我们在非常觉知的状态下 我们大脑思维看到的这些 就会成为现实的这样一个法则 这就是许愿术的法则 所以也希望大家都有意识的发愿 有意识的构建自己想要的理想的未来 用这个科学 我们都是显化的机器 只不过是我们现实每一天每一秒都在显化 只不过是我们是在一个无觉知的情况下 造就着自己的现在 造就着自己的未来 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科学呢 有意识的去 有意识的看到自己想要的现实 想要的未来呢 它就会成为你的现实和未来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马开拉萨的微信是14595087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 你夏南达大师的教学 以及开拉萨 可以跟马开拉萨联系 你点灯灯 感谢观看